好,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看到利用低轨卫星提供网路讯号的Starlink星链 在俄乌战争展现其价值 现在包括了豪华游轮船队 还有富豪的私人游艇 甚至是美国航母林肯浩 他们都安装了Starlink的宽屏服务 广泛运用各个场域 可以说是居民同持 而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呢 北京政府却是必而远之 要求马斯克保证不要把星链引入到中国 而反之中方要大力推展自主的千凡星座 在许多领域呢 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后发先制 来弯道超车 在这场低轨卫星跟航太领域的竞赛 他们也能够做到如此吗 就这个低轨卫星来说 我想首先让大家理解到 这个地球上是这样子 那么更高一点更远一点 它是地球的所谓这个同步轨道卫星 我们过去传统的很多的 那种重要的卫星早年的都是在这里 然后另外有中轨道到最后第一轨道 第一轨道因为距离地球很近 所以很多通信上的需求 其实当然是更方便 民生应用是更方便的 中国大陆在低轨卫星其实起步比较慢 我想在八月上旬 中国大陆第一次发 就是发射了一组18颗的这个低轨卫星 算是这个千凡星座计划当中的第一阶段 那么的第一步 那中国大陆发展低轨卫星 其实是这样子 它并不是一个国家总体计划 或国资企业 它其实开放给民间很多的低轨卫星的 这个民营企业来进行 那但无论如何总量来说 大概在2029年之前 至少要有1300颗上天 那么而且希望能够到2030年 好像差一年 希望能够达到目标 更目标是到1.3万颗 最终希望中国大陆来到2.6万颗 是这样子的目标 但现在来讲 你不得不来看整个美国 尤其是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计划 毕竟起步早 现在在中美比较当中 其实不得不说 在马斯克为主的这个星链项目当中来讲 有鉴于因为它的发射成本 它已经发射70几次了 而且有去又可以回来的部分的发射的火箭 所以它的成本低 要远比中国大陆目前眼前的状况 是更有竞争力一些 而且它已经发射了 已经超过60几批 现在在低轨卫星当中 星链计划超过6700颗 卫星已经在那里 那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天空之战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 这个天空是谁先抢占谁先得 那么你想发射低轨卫星 你还需要跟整个国际间当中 这个ITU国际电信联盟来申请 那么你申请呢 当然就排序 只是你有没有发射上去 与否不知道 那现在ITU恐惧 整个地球的低轨卫星 大概只能6万颗 满满满在那里 但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7万颗的申请 所以这个部分的这种拥挤度 特别中美之边 大家的争夺 其实现在真的很难说 但是中国无论如何 就军序或者民间运动发展 这个所谓的千凡星座 是志在必得 我们说1991年的波斯万战争 美军使用了自己研发的 GPS卫星系统 对伊拉克精准打击 完全给了现代战争 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那就必须要有自己的自主卫星 那30年过去了 中国自己打造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现在也在太空中 占有一席之地了 而且它的应用很广泛 我们可以看到 从智慧手表 到洲际飞弹的导弹 来做这些制导 甚至是太空的侦查能力 都有大幅提升 那北斗 现在是不是也会成为 美国对于他们在 太空布局的一个引用 我们谈到北斗 北斗它的精准度 事实上是比美国的GPS还是要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个 美国使用的技术是比较 比较初步的 那基本上来讲 中国大陆研发的时候 都弯道超车 直接使用最新的技术 而且它使用了叫做 DGPS 也就是差分式的 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为什么 也就是它还有固定的 那个效准站 就是GPS 我们都是从卫星上面 接收到来定位 我们现在的位置 可是如果我有一个 可以定位的 一个陆地上的 固定的一个天线的位置的话 我的那个位置会 那个我所定出来的位置 会更加的精准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 我刚刚讲到 有关于中国大陆 所使用的迁返星座 那但是美军呢 它其实也没落后了 那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也就是跑到中东的 林肯号航空母舰 它也装上了Starlink 那甚至呢 它今年2月的时候 就已经装了 他们全船 没有在直跟的人员 还在机库里面看什么 看Super Bowl 也就是用Starlink看的 那也就是说 它我们这边看到的 另外这张照片是什么 也就是林肯号的 这个指挥官呢 他还跟了 现在才刚刚出港的 意大利的航空母舰的 这一个战系长 直接透过Starlink 来进行通联 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 相关的应用部分 但是美国当然 它没有落一步 也就是它要对这个太空中的这些目标 是不是有拦截的能力 但是解放军动作更快 美军它在波德兰号面只是适用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 071综合登陆舰 上面的四名三号 上面已经装了这一个有关雷射的部分 其实这个雷射早就出现了 这是我们看到2017年的新闻直播间 这很有历史的画面 可是这是2019年 我们就看到 其实这个跟071综合登陆舰上面的雷射 长得一模一样 也就是它不是适用而已 它其实是直接服役了 我们说不管是千帆星座也好 北斗也罢 好像每一次中国在太空行动 稍微有一些建树的时候 都会被美国渲染成是 背后有恐怖的军事化用途 那美国是不是输不起呢 看什么都觉得威胁论 长得6号的月球外面采样 明明就欢迎各界一起来研究 那干哥怎么看现在太空议题上 美国好像有些见不得别人好的重心 美国太空中署的署长尼尔森说 我跟你讲 这个中国一向会占地为王的你知道 只要它到了太空去 它到了月球去 它只要一在那边 它就不会走了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们完全都是在炒作这种 太空威胁论来自于中国 其实说句实在话 太空明明就被你们美国 所把持了这么多年 中国你刚刚讲的非常好 嫦娥6号你知道它去了那一趟 5月的时候去那一趟 在背面取得月壤 对不对 你知道它还做了什么计划吗 它其实它的项目早在2019年就开始了 它其实有四个计划 包括欧洲航太局月表负离子分析仪 放了一个 第二个 法国的月球的冬气探测仪 第三个 是意大利的雷射 雷射角反射器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巴西斯坦的立方星计划 也就是说 不是中国 自己一个人跑去 要独占什么月球的土壤 它放了很多各国的检测仪器 因为那都是在项目计划里面 经过临选 我能不能帮你带这个东西 你带这个东西是不是有 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跟研究 他都有想过这些 所以大家只看到 嫦娥6号上去 大家不知道后面的科学的意义是什么 而且现在接下来 未来四年他们还要在 就中国航天局 它在纠集至少55个国家 500个机构 5000名科学家 那是一个超大的计划 为什么 因为嫦娥6号现在回来了 还有7号 还有8号 所以在2030年之前 在月球的南极 成立永久的科研战 这只是科研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也就是说在2030年之前 希望能够成立 可以经久的那种科学研究战 而不是去把整个月球给占下来 如果今天我们要讲到说 中国会占地为王的话 美国你的新战计划 从雷根时代到现在都没有停过 你只是搁置而已 为什么 因为经费不够 NASA的署长就冲着这一点 常常制造中国威胁论 太空威胁论 太空很可怕 只要中国上去了以后 还有嫦娥9号10号11号 其实中国只要到了一个地方去的话 它其实都已经有宣言说 希望能够共同开发 共同分享这个科技 这个事实上是中国 因为说句实在话 中国我已经看清楚了 我一个国家 虽然我实力很强大 但是没有这么多个国家的 共同的配合 跟大家一起出钱 出力的话 整个太空探测跟月球基地的建立 就像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 到现在几乎就停下来了 本来讲也是2030年要建 可是到现在 太空总组好像没有进一步的计划 来发表给我们看 就代表说 太空总组真的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那中国是很缓步的 一步一脚印 慢慢慢慢地走向 想大家都可能可以共同 感谢观看